最近呢 已经有连续三辆美国M1A1坦克被俄军给干掉了 台独那边说还要买这个M1A1呢 咱们看看俄乌战场就能够知道 这M1A1要是在咱们解放军陆军面前 那根本它就没法玩 这倒是让我想起来了两会代表的一个提议 那这种提议呢 它们要真是要慎重一点 别影响到我们的战斗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俄军干掉的前三辆M1A1啊 那前两辆打的是非常有代表性啊 可以说打出了一个时代的碾压 你就比如说干掉的第一辆吧 其实吴军呢 是非常把这个M1A1当成宝贝的 它拉到前线 它就给隐蔽起来了 俄军呢 也就憋着劲 要把它干掉 那后来这个坦克一出来呢 就被俄军的这个海鸥石侦察无人机给准确的定位了 然后呢 就由陆军的单兵操作一架穿越自杀无人机 带着一发RGB-7的破甲战斗布从顶部攻击了M1A1 不过呢 这次攻击并没有造成这彻底的这个毁灭性的损毁 俄军呢 就用一发这个短号反坦克导弹给它补雷 彻底就打垮了这辆M1A1 那第二辆M1A1呢 也是被穿越式的这种自杀无人机攻击的 不过据称呢 当时是两架造成了M1A1的严重损伤 最后呢 就暴废了 到目前为止啊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娱乐级的消费无人机和这个穿越无人机 在俄乌战场上是打得非常的亮眼 客观说呢 这些无人机的作战效能和战果 其实并没有媒体渲染的那么厉害 它所能完成的任务呢 也只是整个大旗链条中的一部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已经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 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因此呢 俄乌双方啊 都开始大量组装这种小型的无人机了啊 尤其是这种穿越机 因为穿越机这东西吧 它严格的来说 它更像一个玩具啊 像一个遥控的这么一个航模啊 这东西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便宜 非常的便宜 你看俄乌从我们这边进口的这些呃 配件啊 也就是一千多两千人民币的样子吧 是吧 而且这个已经非常不错了 到这个价位的东西已经很棒了 俄乌双方呢 都声称自己已经具有了百万价的产能 这个数字 你听起来百万价 那是挺大的 但是这个产能在我们面前 那就是没法比了 我们年产量有多大呢 这个呀 还真没法说 这要看市场 基本是市场你要多少 我们就能生产多少比 这类穿越机的生产地呢 它基本是集中在广东的深圳啊 东莞啊 汕头啊 还有浙江地区 你看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恰恰是我们的电子消费品和玩具的研发生产地区 总之呢 我们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是非常的强啊 什么俄乌啊 欧洲啊 是吧 在我们的面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说这种小型无人机的全世界的产量 其实就两个地方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外国 光有巨大的产能 这还不行啊 你谁去操作呢 离开了人肯定还是不行的啊 那么谁最适合使用这些穿越无人机呢 那个呀 就是经常玩电玩的玩主 尤其是手游的群体 它们对这些操作 比如说对那个AR的操作 几乎就形成了肌肉的记忆 这春节期间 那网上不是有个小视频吗 就是有一架穿越机啊呀 用那个非常炫的那个动作 飞进烟花这个炸开的中心 就是从空中那个角度去拍摄烟花的姿态 你别说还真好看啊 但是咱们看那个穿越机 它那个飞的啊 那简直是出神入化 这个要是放到战场上啊 这就是冰神了呀 而据说呢 这位操作者呢 是一位16岁的小伙子 不得了吧 一个庞大的电玩群体呢 恰恰是造就优秀的无人机战斗员的一个基础 那么根据中年浦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到2028年 中国电玩行业供需分析及发展前景的研究报告显示呢 到2024年 我们中国的电玩玩家数量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以上 达到7.72亿啊 按这个符合增长率初步估计到了2026年的时候 我们电玩用户将达到8.32亿阵 坦率说 这就是我们巨大的战争资源 那你说这个事 说来说去和这个两会代表有什么关系呢 它当然有了 因为这个两会上啊 总是有那么一些代表 好像跟这个电玩势不两立 接了多大的仇一样了 非要掐死电玩行业而后快 也不知道是他们太偏执啊 还真的是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 对吧 当然了 我们说严格管理电玩产业 让它往健康房产发展 而且要严格控制 防止青少年沉迷进去 那当然是绝对对的 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仇吧 是吧 你非要是把这个电玩行业打死才算数啊 这路子走就不对了 是吧 什么事 它都要慎重 你过度的打压这个电玩行业啊 没准就真的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战争能力 也不知道他们想到了这些 没想到